好 接下來這個問題文章很長 它是一種閱讀型的題目 那各位在做這種題目的時候 要先把一些比較重要的訊息先畫起來 這樣會比較有助於你判斷 好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一段文字 他說 一般而言這個 锂離子電子 跟高分子锂離子電池 都被稱之為二次電池 那這個 锂離子電池跟高分子锂電池 锂離子電池 它是 一般我們指的是 這個 就是 我們常用的手機的電池就是锂離子電池 那高分子的锂電池呢 其實也是锂離子電池的一種 只是它的材料上面會有一些不同 我們繼續看下去好了 他說 這個二次的锂電池 不像聶氫電池有明顯的記憶效益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重點 它不像聶氫電池 會有明顯的記憶效益 所以表示說 锂離子電池會不會有嚴重的記憶效益 不會喔 然後它又會有高的工作電壓 三伏特左右 那廣泛的運用在電子產品中 那這裡開中明明就寫了 它會把锂離子電池不具有記憶效益 那蓄電量不會因為你的充電前沒有完全放點而減少 那它的 這個早期的锂離子電池電解液是液態的可燃性的有機溶劑 這個液態可燃性的有機溶劑 會有外露的疑慮 所以為何避免腐蝕 通常它會用比較重的金屬外殼 那高分子的锂離子電池 這邊重點來了 它是以凝膠狀的高分子聚合物作為它的電解液 所以它們的差別就是在於 一個是用有機溶劑 一個是用高分子聚合物 那有箱頭的高電壓 那因為它是凝膠狀 所以就可以避免到肉液爆炸的可能性 所以它可以用鋁箔去做封裝 那重量可以更輕 外觀大小可以符合我們攜帶式的電子設備 比如說手機、手錶之類的 那以往锂離子電池成本比較低廉 沒有記憶效應 那大量運用在電子產品中 取代涅氫電池 然後現在高分子 它原來成本會比較高 但是現在成本也逐漸下降 這段文字大概就是這些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要選擇是錯誤的 A選項 它說二次離離子電池均有明顯的記憶效應 這是錯啦 所以均無才對 如果你有在看文章應該就知道了 再來V選項 金屬離溢於水激烈的爆炸 所以二次離離子電池是十分不安全的電池 這個也是錯的 我們有把它做一個保護 用金屬外殼 或者是把它做成凝膠狀 它就不容易外露 所以這個不能因為它跟水反應很強 就說它是不安全的 我們有一些其他的防護措施 再來C選項 放電的過程中 因極的鋁原子不斷的失去電子被氧化 那這裡我們要稍微講一下 這個鋁離子電池的原理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你的課本或是講義 我們這邊簡單的複習一下 那鋁離子電池它的放電原理 那這裡的鋁 它的電子如果 它的電子如果從這邊出來的時候 這個原來是鋁原子 那它變成鋁離子 它就會往這個電極移動 那電子從這邊出來 藉由外電路就會從另外一個電極回去 對不對 那我們從這裡就可以發現到一件事情了 這邊是一直把電子丟出來 一直把電子丟出來 然後由鋁原子變成鋁離子 那這邊進行的就是氧化的半反應 所以這邊是什麼極啊 這邊就會是氧極 那你可以發現到 電子出來的電極就是負極 那電子回來呢 這邊是正極 這邊鋁離子一直去接收你的電子 所以這邊會是一個還原的半反應 所以還原的半反應就是因極 那你這樣去做一個判斷就知道 那這邊它說放電的過程中 鋁原子不斷的失去電子被氧化 放電的過程中 鋁極的鋁原子 應該是哪一級啊 應該是陽極的 才是不斷的氧化啊對不對 所以這是定義的問題 應該是陽極 OK 好所以C選項也是錯誤的 再來 這個 諸選項 為了符合可攜帶式產品的輕薄短小的特性 鋁離子電池是 較佳選擇 好這邊講的鋁離子電池 要跟另外一個比較是誰 這兩個啊 鋁離子電池跟高分子鋁離子電池 我們要選的是高分子鋁電池 OK 所以這個也是錯的 好再來 E選項 高分子鋁電池 比較不會有電解液外漏的疑慮 那前面每個都錯了 只有這個是對的 OK 那如果要選錯誤的話 我們就選前面四個 ABC株